Leo聊四季 天天都不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日本人對上不利戀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提圖 先來介紹一下紅色 選擇的是日本人 日本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步兵攻擊速度是特別快速的 而且他的採礦地、模仿 還有伐木場都是半價的 他在前期可以省下大概150木頭 可以提早去開下自己的城鎮中 自己的軍營或是農田 日本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步兵跟弓兵的打法 騎兵路線的話沒有三級馬海稍微弱了一點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伯列典人 伯列典人最大的特色就是他的弓兵射程非常遠 而且他城鎮中心的木頭造價是一半的 半價的木頭優惠 所以伯列典人在3TC看的情況下也是很厲害的 伯列典人他也是吃這個馴養的動物 吃很快的一個文明 吃這些米亞速度超級快 要去提前拉住不然會斷肉 他是不是要斷肉了 87654321 哇很極限 哇有點小小斷肉還可以接受 那伯列典人的話他這個能力的效果 可以讓他在前期轉出這個 極限的裝甲步兵的前壓戰術 或是打一個裝甲塔 或是打一個裝甲轉塔公共 之類的戰術其實都蠻適合他的一個做法 但是伯列典人這些打法算是比較不常現的 因為會用這些戰術的人其實並不多的 那主要他的打法還是圍繞在他的步兵跟弓兵的部分 步攻跟步兵都是他的一個精髓 射程非常遠 然後槍兵的部分呢 防守對方的遊俠 或是重裝騎士之類的單位 那他的騎兵呢雖然沒有這個品種 但是他有三級的馬卡 其實出肉馬 去燒了對方城鎮中心附近的農田村民 也是相當好用的 所以伯列典人會讓我變成說 我會認定他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因為只要我三攻三防的話 大部分情況都可以營硬的 甚至一些情況要出重裝騎士來防守 也不是不可能的 接下來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目前看到伯列典人的左邊的黃金 是在這裡 那這個位置的話就比較尷尬 一定要往外圍 盡可能把這個高地都蓋上自己的建築物 讓對方拿不到任何一點高地 自己就可以用高打地的方式去壓制對手 黃金的部分也比較容易守得住 那下方的地方也是直接圍石 上面的部分的話稍微圍過來 圍過來 稍微圍過來 圍下來 或是直接更暴力一點 直接這樣子圍 直接棄手過癡 然後這樣子圍圍圍圍 都可以 不管怎麼圍 都是要看一下當下的情況 還有自己的決策 其實我覺得世紀帝國 在打阿拉伯這樣地圖來說 前期的圍加決策 是需要快速去思考的 到底要選擇圍還是不圍這件事情 如果不圍的話 自己一定要打強軍事 多出一點兵 讓對方出不來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是要打一個被動防守的話 那圍加的一個細節 可能就要做好一點了 那接下來看一下日本這邊地圖 那日本這邊地圖的話 黃金在下方 手在上方 果子在右邊 這個地圖也是蠻慘的 那後方還有一塊黃金 還可以接受 右邊的話這裡還有一個 這裡可以開城鎮中心 這邊也有黃金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兩邊地圖 是差不多的 都是有一塊黃金在後方的 還OK 大概都是四五十分 當然我覺得沒到合格 主要是因為黃金的位置 太靠前方 兩邊都是 都偏靠前 而且果子也是 那目前看到日本人這邊是 點下了一級伐木跟一級農田 打出的是肉馬開局 日本的肉馬開局 算是普通 不會套牆也不會太弱 算是一個正常的一個升級打法 但這邊果然缺肉了 日本要打肉馬的話 那前期肉要補得多一點 原來他木頭有省 但是肉沒省到 所以要打這個肉馬 就要等一下這個肉類 才可以出這個肉馬出來 好 當然不列店這邊是 直接決定要圍死 沒有打算要去把 這個快攻擊打出來 把所有的木頭 投資在圍加的部分上 決定要來一個大圍 把果子也守住 好 好 那目前看到日本人這邊 拿了兩隻肉馬 到了 不列店家裡 開始看一下有沒有洞 發現洞沒有洞 我們已經圍死了 那日本人這邊是決定要開始圍家 好 這邊有一隻村民被抓到 但是村民血量掉很快 來得幾圍嗎 哇 這個手術好扯 就讓他成功守住了 這隻村民 OK 不列店這邊任何一點甜頭都沒有藏到 對方日本人拉兩隻肉馬 過來追逐這隻赤火 好 那肉馬的部分沒有繼續要出 日本反而是早早的 撒下了一大堆農田 想要來速升城堡時代了 目前看到這個情況 不列店也是正常轉出的工兵 但是農田的部分也是有傻 但農田沒有辦法跟日本比 日本這邊要趕快爆挖旁進一下 轉一下射箭場 稍微去提防一下對方的工兵出門 好 這邊肉馬看到囉 工兵堆了六隻左右 那待會有175木頭 就要趕快補下了 好 這邊繼續圍房子 還是要投資一根箭塔 喔 雙馬舊 這個 有點特別的打法 日本打雙馬舊 雖然城堡時代跟一般的馬國 是沒什麼太大差別 一樣有這個品種 跟二級馬鎧 城堡時代打騎士 日本是比較少見一點的 但也不是沒有 其實他這個打法跟微精人其實有點像 微精人城堡時代也可以打 這個騎士的 雖然他沒有品種 但是他經濟很好 但日本來說他經濟不會到太好 也不會到太 也不會到太差 但 但就真的蠻特別 好 這邊看一下這個 一攻一防 要不要來補一下 那伯利甸這邊城堡時代升上去之後呢 風兵就有這個一攻的射程加成 射程非常的遠 但是打騎士來說的話 他有缺點 因為沒有拇指環 所以打對方騎士 可能還是會有包吊的可能性 哇 這隻肉麻從哪裡出現了 剛剛溜進去 會來反打一下的 應該是喔 好 這邊直接轉出了騎士 那伯利甸看到對方轉騎士 可以直接轉這個 老頭的部分 哇 這個工兵高打的傷害非常的高 直接把騎士射死了一隻 後面再補入了兩隻騎士過來 想要進行直衝了嗎 但殘血的騎士血量掉的很快 這一波騎士基本上沒撞到什麼甜頭 伯利甸這邊升級好奴兵 結果只損失了兩隻工兵 對方損失了三隻騎士 日本的馬算是普普通通 而且沒有其他任何經濟加成 打馬真的是打起來會有點像重情 就是很難爆出非常大量 而且素質也沒到非常好 也沒有其他的特殊能力 所以不管怎麼看 日本人打騎士開手 還是比較偏 需要一點時間 沒有辦法第一時間成型 那伯利甸這邊則是轉出弓兵 彈道學早早開下 承認中心比較慢開了一點 日本這邊是3TC開農 出一點騎士給對方壓力 但也沒有想要直接上前開打 這邊是開3TC 一定會斷騎士 騎士這邊已經斷掉了 3TC先開農 先把農田穩定起來 再後續出騎士的一個打法 那這個打法算是團戰比較常見的 這位日本人可能是比較常打團戰的玩家 也說不定 所以才採用這個作戰方式 因為日本人我們剛剛開頭提到 他是適合打步兵跟弓兵的文明 但是他遇到的是不列顛 所以就會有點難打 如果他打弓兵的話 會被對方的弓兵射成壓制住 可能是顧慮到這一點 所以才轉出了騎士 想要進行這個騎士的壓制 給對方壓力 但對方這時候其實不太好 去追這個騎士 趕快去弄他的這個墓區 或是射墓橋 可能會更有意義一點 這個再浪費時間去追對方的騎士 是不OK的 好 這邊3TC趕快開農 但是不列顛加力 其實也是很窮 經濟上來說 比沒有那麼好 但這邊弓兵還是射到兩村 三村 OK 擊殺三村 小專一點 好 那日本這邊的話 就要趕快轉出更多的騎士 甚至要考慮要不要轉戰毛兵 但這個時間點 轉戰毛兵有點太慢了 趕快把這個騎士二級馬鎧 補效更是重要 而這個二級馬鎧之後 別的一點的弓兵就 欸 這個好像沒有第一時間看到 這個應該燒打了 好 這邊稍微嘗試包夾一下 但這邊這個木頭有點卡 這個竹林 是內鬼 這邊打一個進行包操 這邊弓兵數量只剩下 大概不到15隻 剩9隻 OK 騎士繼續被射掉了幾隻 但是數量並沒有非常多 好 再換一隻馬 右邊殘血了 先射殘血的馬 再換一隻 nice 好 雖然騎士損失也是非常慘重 但不列顛也是解掉了一些騎士 那目前交換看起來 是不列顛這邊稍微小專一點 看一下軍師 軍師最後級殺數 是這個不列顛 有點優勢的 那數量上來說 這個是看數量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看到經濟 有點可惜 還是他其實可以 沒有辦法 好 那目前看到不列顛的工兵數量 來到了20隻 20隻就出門 是一個很好習慣 20隻工兵可以盡可能的 擊殺對方騎士 而且現在有彈道血 記得好像只要25隻吧 然後就可以集火一隻騎士了 4個2巴就可以死一隻 好 這邊騎士 二級馬卡還沒有補 就有點危險了 正面稍微補了一個房子 外面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想要用投石車或是弩炮 好 補一點二級伐木也點下 好 不要越多的工兵補到了前線 正面騎士開始給壓力 這邊要讓他村民修嗎 還是直接毒死 可以選擇毒死 要不要補一個修道院 補在正面的位置 補在上方也可以喔 好 這邊一進去 看到日本這邊出的是弩炮 好 工兵想要分兩隊騷擾 想看一下金礦有沒有人 但金礦早就沒有人了 好 這邊工兵還是騷擾到 這邊挖金礦的村民喔 這邊左邊村民都沒在工作 好 弩炮出來先串燒這邊的 弩兵 但弩兵這邊傷害非常高 直接射掉了一台 但村民出來也是被爆射一波 損失有點慘重 反而這邊村民已經損失到了 大概八村左右 但是騎士沒有回救一定可惜喔 好 這邊工兵繼續輸出 能夠把這個血量給拉起來嗎 好像有機會 OK 日本人這邊修到沒有黃金 剛剛突然停止的修理 OK 但這一波看起來是被 不列典 給打爆了一堆村民喔 但是弩炮最後還是可以 解得掉這一坨工兵的騷擾 好 這一波讓日本傷到一點經濟喔 當然是日本這邊的經濟還是暫時裡 先的 好 這邊工兵出去被少量騎士給抓掉 好 文化的中英擋住了這一波的攻勢 後面也轉出的是第四棟 第五棟城鎮中心喔 哇靠 日本人要打這麼濃 他想用當viper 打一個最濃那種 但你要打最濃也要得守得住喔 不然這個最濃就沒有意義了 好 這邊稍微抖動一下騎士 躲一下箭矢 好 玻璃甸這邊3TC開濃之後 轉出了修道院 他可能認為喔 對方是想要騙他出修道院老頭 但人家是動真葛 是要出騎士來打的 他沒有生任何其他的弓兵喔 或者是步兵的升級 當然打不列典出步兵升級是不太可能的 好 這邊有少量的奴炮 要不要也要轉出馬舅呢 去按一隻騎士解一下奴炮的部份 好 日本人這邊轉出了射箭場 可能是要來點這個戰毛兵的 好 這個奴炮的穿燒效果還不錯 打掉了一些單位 好 趕快拉 村民來修一下奴炮 但奴炮殘血的全部都要被收掉了 OK 看起來這些弓兵交換 雖然弓兵換起來的黃金 還是比較虧啦 好 這時候帝王時代點下了 好 普列典 日本這邊還有一段時間才能點帝王 TC 開太多了吧 6TC 什麼鬼啊 這是TC 開爽咧 好 日本這邊也終於點下了帝王時代 不列典的弓兵繼續壓制裝中 就是不列典的第一根城堡 剛剛城堡能蓋好嗎 後面的城堂中心也在射擊 好 可以 OK 終於蓋了這段城堡 要轉長弓嗎 還是繼續出弩兵呢 直接轉強弩 強弩的傷害跟射程 都是大於一般的弓兵的 所以這邊就要看 普列典 這裡有沒有打算 把弓兵給up上去 或是直接轉長弓 那這邊打算要直接出巨頭 直接開拆了 沒有打算要轉長弓 畢竟這邊確實是缺工程器而已 那日本這邊是轉出了戰毛兵 但是弓兵的鎧甲還沒有完全生好 騎士的部分稍微按了一些 不列典的弓兵壓力非常巨大 好 來看到一下這邊弓兵非常強大 射死了一堆馬 這邊戰毛兵是出兵點 好 這邊黃金跟肉 快要可以點強弩的升級了 快要先把強弩伸上去 先點化學 馬 跟蹤技術 都怪的 強弩不先伸 先伸這個起兵科技 好 這邊長弓兵已經射到了非常多的村民 後面補下了更多的射箭槍 後面補下了一根城堡 對後方的城堂中心直接被射爆 後方的巨頭似乎沒有看到裡面有一根新建的城堡 好 當然戰毛兵這邊也是反擊了回去不列典的弓兵 對方其實交換起來有點小虧了 這邊再換下去不太好 不列典這裡弓兵沒有控好 而且強弩沒有升級上去的關係 直接被戰毛兵給打爆了 數量上只剩下13隻了 並不太多 OK 日本這邊的三級弓兵台下也快要升級好 基本上弓兵就要全滿了 他甚至連這個化學都點了 三道血液 三巨頭還是有看到 開拆後方的城堡 這根城堡研發了一個增兵技術 就大勢已去了 沒了 好 不列典這時候轉出了起兵鎧甲 這一波日本 雖然弓兵全身好 但接下來遇到的是不列典的肉碼 這邊不列典轉肉碼 轉得相當即時喔 然後這邊再點下三級馬凱的話 戰毛兵打肉碼只會打一滴血 這就是全能型文明的比較厲害的地方 可以有效對方 克制對方的垃圾兵 結果這邊打出來的是重裝騎士啊 日本轉重裝騎士 難道是武田信玄嗎 風靈火山 日本轉騎士的路線喔 相當少見喔 不列典這時候點下了戰狼還有三級馬凱 這路線跟我想像中的差不多 但是他的弓兵路線沒有再繼續升級喔 這就有點奇怪了 通常要繼續升一下長弓或是奴兵的部分會更好一點 好 洛馬衝進去 去裡面騷擾個一波 後面再補一根新的城堡 想要保護這邊3TC的農地 這邊洛馬串進來非常坦 有三級馬凱的關係 城市中心射起來並不是非常痛 海嘯射了非常多的箭手 才可以解得掉 但是日本的重裝騎士 已經產出來了 這時候不列典在升級的是攻擊力 一攻鍛造技術 弓兵的部分沒有再繼續升上去了 好 這邊看到重裝騎士 不列典開始有點打不太贏 雖然擁有肉馬在抵抗對手 但是肉馬是打不贏重裝騎士的 好 日本這一波的打法打得還不錯 就是有讓不列典打到一點 措手不及的感覺 這時候不列典要趕快展出 這個級兵 不然會全部送光 自己的巨頭或是奴兵 都有可能會送光的 好 這邊戰鬥兵越補越多 正面這邊蓋城堡 直接被抓包 城堡可能蓋不起來 重裝騎士繼續給壓力 這根城堡應該是沒救了 正面部分更多的騎士上前 開始砍前放的奴兵 奴兵的數量越來越少 好 只剩下六隻奴兵 這邊城堡終於蓋好 可以趕快收拾一下 好 開始輸出正面的巨型投資機 好 下方城堡不離 直接往裡面衝 但是裡面有一根城堡 這邊選擇撤翠 好 繼續看這邊 這邊直接硬拆巨頭 拆掉了一台 哇 這邊直接頂了兩根城堡 硬拆啊 哇 拆一點拆掉 好 這一波日本算是有點小小傷到 布列甸 布列甸這邊地上滿地的屍體 砍到了非常多的村民 剛過來正面之願的村民也被抓到了一些 好 這裡有兩隻戰馬 在這個城堡下方 進行騷擾作業 哇 真的有夠煩 好 遇到第二個城堡射程 被射掉了 日本這時候終於轉出了三級馬臺 也轉出了肉馬 黃金有點不太夠 要防守一下這邊 哎唷 但是還好日本這邊有品種的優勢 還有二級攻 布列甸沒有品種也沒有二級攻 現在傷害來說應該是打不贏日本的肉馬 蛤 殘險拉走 回頭繼續打 OK 日本這邊有看到 正面的巨頭直接被三隻肉馬也解掉了 哇 這一波都是有點硬要 直接拿這個馬去戳掉對方的巨頭 那 布列甸這邊損失的黃金非常多 黃金有點開始斷掉 好 布列甸 公兵雖然有栽出 但強姆一直沒升上去 這讓他的公兵的效果 大打折克 有點潰不成軍的感覺 公兵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數量 但數量一直沒有堆疊起來 就是一種前送 這樣是一個不太好的一個 公兵習慣 好 十九隻的公兵 可以稍微出門 但強奴也要找個機會點一下 好 直接開拆城堡 但是日本的巨頭被布列甸 戰狼科技 對方巨頭可以打很準 直接拆掉 日本這邊已經損失了所有的巨頭 重新再量產出來 又花了四百黃金 那黃金現在已經不太夠 也是硬生生按了一些 重裝騎士起來 這命的長 弓兵繼續補了過來 但是一直沒有升級強奴 難道他是在猶豫嗎 要不要產長弓 畢竟現在有私動城堡 產長弓出來其實也不差 甚至比奴兵還要划算 但量場來說還是長弓比較弱一點 奴兵還是比較快 最終還是升級了強奴 不升級長弓兵 哇 非常多的重裝騎士淹了過來 火力點這一波騎士衝鋒能夠扛下嗎 好 有一波騎士直接往上 直接走上了高地 對到後方的弓兵進行大量輸出 但是這時候強奴兵突然升級完畢 但是這時候強奴突然升級完畢 上方弱馬想要阻止對手 吸引到了一些傷害 強奴才去阻輸出之後 趕快包掉強奴 OK 這裡不要理 後方還有巨頭 巨頭來得自己跑嗎 正面的弓兵要被剿滅了 哇 弓兵直接被吃光 這一波馬包得非常漂亮 正面的部分也是拉了一些馬 直接拆掉兩台巨頭 這邊都是有這個弱馬的屍體 還有這個重裝騎士 三台巨型頭C 順利拆掉了前方的城堡的問題 後方這根城堡還沒有拆掉 待會應該也是可以的 那不列甸這裡還沒有轉出槍兵 有點危險 反正是繼續轉出馬 不對 這個不是不列甸的 這個是日本的 日本前置馬就已經到了 不列甸的門口正前方 這裡補下的是更多的射箭場 不是軍營嗎 他一定覺得日本的馬 我用弓 弓箭就可以搞定 但似乎這個情況 你用弓箭要搞定 需要很久的時間 你的弓兵可能要射到 機械研發作 才有可能射得完了 這拉弓招拉個幾百次 才可以射得完這些騎士 還有弱馬 完了 這一波騎士衝進去 後方大量農田 正面的城堡也快要繞不住 雖然強奴在努力的拉扯當中 但是後方農田只要一倍騷擾 待會斷肉斷春 就尷尬了 這邊有更多的肉麻補了過來 這一波肉麻衝鋒 打後方巨頭效果還不錯 又順利拆掉一台巨頭 這一波又是日本的 騎士衝鋒 打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這時候日本在 不列甸的正門 補下了一根新的城堡 哇 不列甸這邊岌岌可危啊 雖然這個黃金挖得很爽 但是現在也要面臨斷金的問題了 日本這邊的黃金則是已經完全歸零 現在瘋狂爆馬 日本馬爆 爆打不列甸 這個策略相當有意思 不列甸這邊強奴 這兩慢慢堆疊 來到了22隻 稍微有點防守能力了 但上方這邊 大量村民沒得跑 只能對著礦場無能狂怒 都是那個白癡國王 居然讓我們在這邊受死 全部死光啦 好 那這邊強奴直接遇到對方的大量戰錨的壓制 但這邊戰馬要死的也是很快 右邊少量的騎士隊 繼續干擾貨方大量農田 農田裡完全沒有槍兵 直接被土了一波 農田直接爆炸 正面派了更多的馬 繼續往前爆 經濟流淹死對手 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 不列甸臭民宿降到只剩下70吋 巨頭兩台想要拆除正面城堡 看起來也沒機會 完全沒有槍兵可以擋住 對方的巨頭攻勢 肉碼攻勢 直接GG了 不列甸本來擁有戰狼的巨頭優勢 加上常攻的射程優勢 但遲遲沒有轉出步兵 這個槍兵沒有出來 不列甸的抗馬難力是相當差勁的 畢竟沒有品種 即使出肉碼也打不太贏對方的馬 那要打贏正面的話 還是要走這個步攻 加步兵路線會比較實際一點 那日本這邊的發想 也是特別有趣的 打這個騎士配上攻兵的路線 這個戰毛兵配上騎士 還有這個肉碼 也是打出一番特別的戰術出來了 那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日本拿下的木材跟食物的勝利 黃金的話則是輸了三千 石頭的話則是大概輸了一千左右 一百左右而已 那石頭部分 黃金的部分這邊是贏三千 看起來是沒有贏到非常誇張 雖然有四勝物 但感覺不列甸打的還是有點窮 剛剛感覺是攻兵送太多的關係 那不列甸的話是食物 輸了大概一萬二 哇 輸了一點多 來看看KD值 KD值的話是 大概兩邊都是快要到1比1 0.88跟1.14 那如果不列甸有轉出大量槍兵的話 那可能這個KD比 就會有所逆轉 也說不定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